终于 终于了 终于 又是草鱼 你看漂亮吧 又是一条草鱼 许倩 你看我们的西伯峰老潭的田鼠玉米 真的钓大鱼非常厉害 对 刚才我就是这么两颗田鼠玉米 就把十斤左右的草鱼 就给它擒获上岸了 对 成功拿下 对 我觉得我们这个饮料还是挺管用的 看到你钓上了这么一尾大草鱼 我现在也是信心百倍 我们继续做钓 终于 终于了 终于 哇 又是草鱼 你看漂亮吧 又是一条草鱼 完美 又来一条草鱼了 又是草鱼吗 是草鱼 肯定肯定是草鱼 你这是让我羡慕自不亨呢 邱老师 哇 你看十二点真口 真口 漂亮啊 田鼠玉米真的很管用 你看这个玉米真的非常好用 对 你看它就是又吃的玉米 好吧 这一条鱼人卷不是特别大 不像第一条 小 小草鱼 漂亮啊 遗憾就是连四十准那么用上 很轻松的就溜上来了吗 对 等等啊 一下 现在来劲了 你看 小心 现在来劲了 现在还没回过神 刚才还没回过神 现在来劲了 超上来之后来劲了 对 哇 但是现在来劲也晚了 基本上这尾小草鱼你就是一溜烟的功夫 就直接上来了 对 这个算小草鱼了 有几斤吧这条鱼 漂亮啊 也很漂亮 也很亮眼啊 非常漂亮 这个在夏天钓草鱼啊 就是过瘾 眼看着邱老师那出一尾又一尾的大草鱼 我这儿却一直没有什么动静 心里不禁开始着急起来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怎么老是有口打不着呢 又没有鱼 有口吗 崔老师 我这边老是有口打不着 我感觉我这边 其实钓底能明显感觉到 这里一直都是有鱼心有鱼的 而且有的应该是大鱼 但是每次有一些小的飘驯 我提干就是不种鱼 好这样的 学青啊 如果在水库里边做钓 那么你如果有口打不着的话 有可能是两个原因 什么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因为我们今天用的是这个玉米 对吧 那么我们挂上玉米以后啊 有时候啊 这种鲫鱼啊 小鲫鱼啊 它也会来吃 但是呢它吃不净啊 它吃不净啊 对啊 所以说这个浮沫就有可能会有动作 你阳干空干 但是另外一个可能啊 就是你这个挂的方法 我觉得是不是也有问题 我们挂呢 一定记住啊 嗯 我们是挂我们窄处的上方 嗯 你看是怎么挂啊 这是玉米心的那个位置 对 我们拿上我们的鱼钩 嗯 我们千万不要挂玉米的中间 嗯 不要挂玉米的中间 我们挂哪呢 挂这个 刚才我说的这个最窄的位置 玉米的尖尖这个位置 最窄的这个位置看到没 然后我们挂一点点 这是越少越好吗 看挂了一点点 是不是要刺穿它的表皮 哎 它不要刺穿表皮 整个把这个我们这个这个 这个尖的这个位置要 要刺穿它 嗯 然后挂上 挂一点点 你看我的勾尖整个都 暴露在外边的 出来了 对吧 这个时候鱼一吃 那么首先挂住鱼嘴 然后那个玉米粒啊 嗯 通过鱼嘴的一个 挡的一个动作以后 它马上就脱落了 自然会脱落到鱼嘴里 自然脱落 而且还有一点什么 嗯 我们如果没有种鱼 但是我们大粒羊肝 嗯 我们这个玉米 它也会自己脱落 嗯 钓大鱼 挂玉米粒啊 这是最好的方法 就是验证你挂的到底薄不薄 透不透的一个方式就是你大力羊肝之后 看你的玉米有没有被脱落掉 对对对 这是一个我们叫检验的一个方法 我现在想了一下我可能就是由于我自己以为挂的非常的浅 非常的透了 但是其实我每次羊肝的时候 这个玉米还是牢牢的挂在我的沟上 可能是不是还是不够透不够薄 这个有可能啊 但是你轻轻的把一样肝提起来了 这个玉米在上面是很正常的 也是很正常的 我说的呢 就是出现炖口了 出现冻住了 对吧 我大力羊肝以后 你如果玉米都还在你的沟上 就证明 证明你挂法就有问题了 可能挂的太深了 对对对对对 就是挂的太牢了 肖老师 那我现在再挂一个我觉得薄的 你再给我看一下 我到底挂的薄不薄好吗 好没问题 肖老师你看 我觉得啊 学庆 都还可以稍微再薄一点 再薄一点啊 对 再薄一点我真的好怕 泡的时候就脱落掉啊 不会的 来我再挂一个给你看看啊 好我看看你的有多薄 来你看着啊 嗯 正中间 嗯 好 来注意看 嗯 这个胳膊又薄 好我来看一下 挂的到底有多浅呢 哇真的好浅 是的 这么浅不是一抛就掉了吗 怎么可能呢这个 不可能的 哇你看跟我的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我还以为我的已经够浅了 没想到还是很深啊 跟你这个挂的对比起来 瞅瞅就一定要注意好吧 好 行 我现在就要用更薄更透的方法去挂这颗玉米 刚刚邱老师真的只挂了一点点 不行 挂穿了 还得好好的掌握一下 它的力道 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 哎 这一颗我觉得挂的就很不错 这一颗 对这个真的很松 我真的好怕我一挥干它就甩掉了 不会的 玉米啊你再挂的浅啊 它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力道的 嗯 这没问题的 好 行 那我就用它来抛干 找寻我的大草鱼 好 我就不信了 我今天一定要钓几条大草鱼回去 嘿 来 我的天啊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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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了大马 大马 哇塞 这条鱼有点大 哎 这个有点大 这条鱼有点大 又来劲了 doute 你看看 这俯魚很好 这个尾鱼开 这个蛮大的 哦 这条鱼太大了 决心 你还在下面手子钓 嗯 那个本桶有一条 所以你种的基本上都是大的 对 你看这条 这条大 这条大 草鱼吗 草鱼 小心 我的天 这位鱼冲进实在是太足了 切先了 不会吧 切先了三号线切了 天呐 这位鱼是有多大 这条鱼多大 三号线切了 三号线 三号线 我是5加3 三号线切了 不过也没关系 我觉得大鱼肯定还有 继续 邱老师 你看我一直坚持着钓底 然后刚才我觉得是挂尔的方式有问题 但我现在也调整了 这为什么还是没有大草鱼 是吗 对啊 好苦恼啊 而且我发现 你那边种了好几条了 都是我羡慕已久的大草鱼 我这边就是有口 去打不着 很郁闷 雪庆啊 你那个下面是 地形是什么样的呀 地形啊 我这边的地形有点奇怪 就是右边会很深 然后左边也很深 只有中间那个才是正常的 所以我每一杆必须抛准 那一个钓点才行 哦 那这个还真的有问题的 这个 是吗 什么问题 因为这个钓大鱼啊 我们实际上最忌讳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 深浅的这个 波动太大 波动太大 嗯 知道吧 比如说一会儿深砍啊 一会儿一个高的地方 对吧 嗯 那么我们是最忌讳这个的 你啊 最好找一个相对 比较深 比较平缓的一个地方 平缓一点的地形 对对对 这样我觉得是好 你要不就这样 你就把这个钓箱可能斜一点 好 然后抛干的位置啊 呃 就说有意思的往左偏 那么大概一米左右就可以了 行 好吧 那我往左偏一下 好 因为这边的地形会平坦一些 是的是的 是差不多的 好 我现在就来试一下 好